好了 民眾呢聽到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名男子騎著機車 很擋在他前面 神色慌張的時間問他說 欸 請問要去彰化 有走哪裡比較快啊 由於這裡是台中海線 那這個民眾聽到之後呢 還先想了一下 欸 那要怎麼這樣去彰化比較快呢 突然呢沒多久 這名機車騎士油門一吹 人就跑掉 後面還追來了一名男子 朝他丟職了一個物品 欸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啊 遇到街頭追打嗎 原來呢他一問才知道 這個前面騎摩托車問他 彰化怎麼走比較快的人 居然是超商的小偷 整件事呢發生在台中市殺戮區 一間超商 那麼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呢 這一名嫌犯他戴著安全帽 進到店裡頭 拿的東西沒有結帳就跑掉了 事後呢副店長發現了 要這個報警的時候 突然又發現這個嫌犯 居然又回到現場了 因此追上前 要叫他付錢的時候呢 這名男子就跟副店長發聲拉扯 並且呢 急著機車逃跑了 有熱心民眾追了上去 但沒想到 竟然事後就發生了剛剛那一幕 他呢為了要跑到彰化去 還先問了一下路人 事後呢 警方接獲報案要調閱監視器 不過呢 這名嫌犯他也很賊 他雖然沒有做功課 瞭解逃跑的路線 不過他的機車沒有懸掛車牌 因此呢 警方還在調閱監視器 要來擴大追尋 他這個嫌犯 他的下落 那麼以上是在台中現場的最近狀況 再把時間還給台北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